不好有情况 基地这边被一只火锡铃给偷袭了 把我的基地全毁了 吃安老索一棒 老弟直接跳到了他背上 可老弟用如意金箍棒收拾他一通 居然这么弱 三下五穿二就被我撂趴下了 如今看来 我这如意金箍棒还真是天下无敌呢 打这种小型的神兽 简直轻而易举 身上还有些食验肉 会使他把他驯养起来 昨天我用强行手雷 炸掉了一只火焰麒麟 今天早上正好又捕捉了一只 太棒了 不如咱们就骑着他出去溜溜弯 顺便去挑战一下冰霜麒麟 火焰麒麟不仅会喷射三位真火 而且踏着一巴掌埋在地上 足以汉天阵地 他身上散发着岩浆一样的火焰 这才是真正的麒麟臂呢 老弟这单身三十年的麒麟臂 跟他一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了 前面正好有几只小木 今天咱们就用三位真火 把你们烤熟了 不错不错 还有两个榴莲网罐呢 晚上又能加个餐了 火麒麟 传说是炎地神龙式的国际 火麒麟为四大瑞兽 龙 凤 林 龙龟之一 他的林甲 老强不入 能散发出极高温的火焰 自不以来曾四处危害 实力强于一般的武力高手 而今天老弟得此干将 正好可以大战 冰霜麒麟 对 你们没有猜错 就是昨天那个 把我冰冻的家伙 今天我就要骑着火麒麟出去挑战他一番 正所谓成夜风云 外野风云 把冰霜麒麟驯服之后 我就可以骑着他前往仙境 去寻找灵丹妙药 然后就可以驯服四大神兽了 冰霜麒麟能够吞云吐物 将各种生物冰冻起来 昨天我就险些遭到他的毒手 那点乱子绝孙呀 老弟这话你说的就不对了 我昨天也被惹你呀 哎呦别打我了 我害怕 火麒麟 火麒麟咱们是兄弟呀 你怎么着追着我的菊花打呢 咱们可是守卫四大神兽的元素神兽啊 你可不能追着我呀 兄弟起心才能起力端极呀 火麒麒麟你醒一醒 别自作多情了 冰霜麒麒麟 火麒麟你已经成为我的作技了 在我把你的屁股打烂之前 你最好投降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哎呦喂我的屁股 哎我打不过你 我还保不过你吗 我有翅膀 我飞我飞 嘿嘿 追不上吧 哎呦喂你小子 看我饿乎不死 扎到岩石根跑不了了吧 这下有你好果子吃 尝尝我的麒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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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麟 搞定 帮老弟加油助威 咱们明天就要前往仙境了 希望这路上一路平安 我相信在仙境的世界探险 一定会遇到更多的洪荒神兽 期待老弟明天的表现吧